Comcast宣布提供休斯頓100萬美元 幫助受疫情影響的特定種族範圍內的小商家 3月份就將開放申請 來看報導 美國有線電視及寬帶網絡公司 Comcast的Rais投資基金 向休斯頓提供100萬美元 用於幫助本地受疫情影響的BIPOC小商家 BIPOC是去年6月份在網絡上活躍起來的英文新詞 是指黑人非洲裔土著人和有色人種 根據非政府組織的私人研究機構 全國經濟研究局所公布的文件 去年2月份到4月份的疫情首期影響下 美國小商家減少了330萬 其中亞裔商家減少了26% 非裔商家減少了41% 拉丁裔商家減少了32% 摩根大通研究所最近的研究報告顯示 休斯頓是商業消費大幅下降的5個市場之一 商家經營遭受很大影響 全美亞裔總商會也於近期發布公告 說明亞裔商家受疫情重創 重新恢復並非短期能達到的 需要直接的經濟資助 業主可以在comcastrise.com 網站上申請1萬美元的資金 休斯頓有100個有限的商家名額 獲選的商家將於今年5月份得到資金 開放申請期從3月1日開始到3月14日的兩週時間 申請的小商家業主除了要滿足種族和膚色的要求 商家必須已經經營3年以上 雇員人數在1人到25人之間 而且商家的地理位置要在哈里斯郡或者福便郡之內 提供資金的同時還向商家提供市場分析 業務推廣服務、廣告諮詢、硬件更新和網絡技術服務 comcast這項資助除了休斯頓100萬 還有亞特蘭大、芝加哥、底特律和費城 總計500萬美元 新唐人記者易永齊休斯頓報導 我們會到達的圖片 今天的作品是非常之適合的